今天我想分享我的廣東鹹肉粽 首先介紹一下材料 現在還在浸泡 我稍後會拿出來 我有300克糯米 我用了藥膜約2杯水 浸至今早糯米已經吸收了很多水分 有10隻金錢菇洗洗後放在一起浸 糯米和金錢菇浸足8小時 即是浸過夜 另外這些光瑤柱浸4小時便足夠 我這隻是非常小粒的光瑤柱 我現在撿出來 因為它小粒我就浸了20粒 如果用大粒的光瑤柱可能10粒已經足夠 我這份量是包10種左右 我撿出來浸4小時 冬菇和糯米一起浸了8小時 我會去掉下鍋米 不需要了 我一會兒撿出來 我一會兒會去掉所有鍋 糯米一會兒 糯米一會兒浸了 糯米一會兒浸了 糯米就比較香了 我用的就是金錢菇小小小 這樣就總共10粒 接著就把這裏的水份倒掉 然後這裏的豆 我說的重量是算乾的時候 300克糯米 然後豆我用8-5克浸4小時 浸完之後就把這些綠豆清洗乾淨 因為它的水都會黃色 我總共沖了它5次水 看到沖到它的水清了 就倒了水份 放在這裏備用 然後我會用這些在超市買 即用的鴨眼網 然後我這裏 就有80克一條很漂亮的腩肉 我通常會選一些瘦一點的 這裏有80克 那我就把它切開 切薄片 那我10種左右 我就要切10片 準備好10片這個腩肉 我會用1茶匙的蠔油 半茶匙生粉 半茶匙的五香粉 1茶匙白胡椒粉 接著就加入半茶匙的麻油 手揉一下它 讓它均勻一點 那這裏就好了 接著就加入綠豆和米 我們都要加少許調味 綠豆有些水剩出來 我先倒進去 調味比較簡單 兩邊一樣 我會用半茶匙的雞粉 這裡有半茶匙的雞粉 再加入半茶匙的沙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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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入半茶匙的玉米 首先放糯米 然后放绿豆 然后放咸蛋黄 两粒干瑶柱 一只金钱菇 一片腩肉 之后再放绿豆 然后铺米 可以铺到很沉 因为我们还会多用一块种叶 这样就可以向后铺过去 铺过这边也可以 铺满 然后你多用一块种叶 把铺的铺向出 铺的铺 这样包住 包好了 包好之后 两边摺入 封好了 这个铺的铺 这边就向上掃一掃 扫到来 包到这里 摺下去 盖住刚才那块 握住 自己用手握住 然后剪一条长一点的铺 把铺的铺 把铺的铺 把铺帚放在这边 这边先 这样放在棕下 然后就斜斜的去另一边 去到另一边底 然后卷上来 把铺的铺的铺 所以要长一点 一路卷上来 好了 卷到上来 这边在这儿 这样就打厉 拉一拉紧 扎紧 拉好 才打结 这就是三块种叶 然后呢 如果有什么凸出来 种叶或一条绳子 就剪掉了 这边也OK 这边 如果凸出来 你喜欢就剪掉了 就有一只 好了 我继续包起来 做法 就是这样 这种比较大 你一定要把水盖过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开大火去熬 熬到中途 你一定要看清楚 它会不会干了水 要加水 中途可能要 如果它滚得太紧 你就可以转中火 只要水继续滚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我开始煮了 煮它一个半钟 很快就够了 熄火 嗯 好香啊 我待会又有总食了 大家不妨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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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